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福布斯雷三国沙的杂谈国战关节 今天是我们的杂谈国战第93期了 这一期我们做一个英雄的专题 这个英雄我真的是等素材等了好久 我终于勉强凑合了两期 这个英雄素材我这里实在是太难找了 这个英雄就是魏国四学武将的一个遗珠夏浩渊 那常看我们视频和直播 他也知道我个人是很不待见这名武将的 我觉得夏浩渊算是魏国最废的一党武将之一了 那有的人可能说夏浩渊跳乐是很厉害 但是他除了跳乐还有别的东西吗 你想想我是在我心中夏浩渊的顺位是比虚楚还低的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你算一下他的收益就知道了 这个武将收益非常非常的低 跳过摸牌阶段去坏一张杀 这个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很不赚的 一般最好的情况也就是这张杀能做到伤害对吧 那即便如此 那相当于你放弃了两张牌去换一点伤害 仅仅是一个持平而已 没有产生正收益 所以基本上仅限于你的一张杀能够造成收人头的效果 来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杀才是很有收益的 第二种情况下 七张装备换一张无距离的杀 看起来是一个至少不亏的东西 起码不亏的东西 对吧 如果杀中了还赚 因为你无视距离 很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目标 但是你的代价是跳过出牌阶段 这本身就有很多潜在的副收益 比如说你说他杀死了一个人 摸了很多牌都要弃掉 而且你很多其他的牌也用不了 而且这张杀也并没有给你带来额外收杀的机会 所以总体来讲 夏豪渊的正收益时刻是非常非常少的 一次从排查收益上面来讲 就可以看出这个武将他远远称不上是一个强架 当然了 这也不代表他是没有发挥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两则 看他发挥的视频吧 第一则视频 是我认为的夏豪渊最大的三点左右 哪三点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选将的还挺还不说挺豪华 是人还挺多的 那么我觉得夏豪渊首先一定要选 那这两个人选谁呢 张辽比夏豪渊强一点 但是夏豪渊有个终于闭合 我觉得这个终于闭合 还可以还是可以拿来一用的 而且毕竟这两个人也算是 一个有降嘲讽和防御 一个是有输出能力的 还不错 下来亮出一个队友 这个曹皮真姬 我们放快一点 这个手牌一杀一闪一南蛮 非常好的这个超黄金手牌 对吧还不错 好上来的话去拆了一下甲 然后直接打桃子去火攻了 心非常的狠 然后觉得你是要要先锋吗 那很奇怪 他这个先锋也没有用 那你把手牌打空 是什么意思呢 这边亮出一个四血的祝福量 对不对 谁呀 我猜应该不是吕布诸葛和孙坚诸葛 对吧 好了 其实这个关水就亮 然后出门有合体许 那这样这个真姬就空手牌了 所以我就很不理解 你这个先锋 你手链为什么不用不用他 是吧 你如果不想用先锋 为什么把手牌打空呢 那这样不就很尴尬吗 你这个人和外费翻别人 但是你没有自己摸牌的能力 把自己一架子搞到一滴血 我觉得是很蠢的一件事情 这样以至于我都不曾赶出来跟他开团了 看有没有人放AOE吧 好 这边这些装钱钢线继续杀那儿啊 那我们没法救啊 看看这边有没有人救 有一个救的 说明这还有一个卫国 对吧 那说明常常有三个卫国了 那放到往常 这里肯定我们就可以双量了 但是这里考虑到这局这个真姬的状态实在是太差了 所以我想就直接过了 因为我们这里其实不量降 也是有机会的嘛 对吧 如果真的你们还回复起来了 比如现在你看真的出来的四个卫 那我们就量降嘛 对不对 如果我们是小卫国 这把我们不量降也给自己的团队啊 留一线升级啊 那这里说实话 有一点担心也 但是其实问题不太大 其实问题不太大 因为这儿他被翻面对吧 那除非这两个出一个越境嘛 那如果真这样算我倒霉 有次好AOE都出来了 所以这样的话不出意外 我们现在不量降了 因为这两个都不是卫国 所以你没看错 我们就就思卫了 那你说这四卫国的局势 是不是有点简单了 别急嘛 这就是夏浩渊三大作用 第一点 哎蹭车 对吧 让你去尝诺 多一个卫国啊 所以选上卫国的概率就大了一些 蹭到卫国车的概率也就大了一些 这是夏浩渊的第一大作用 对不起 这是我认为的最大的一个作用 就是蹭国籍 类似的人还有脏霸 还有曹洪都是如此 蹭一蹭卫国的车 就是此而已 是吧 好的 那这把怎么样 交给我们的队友 让我们队友去输出 这把应该也把这些杀掉了 放快一点 马带死了 一下子六张牌到手 那这个卫国就稳的不能再稳了 因为曹匹海耀朱雷密合没用 直接用了 然后移的了 我还建议先过牌 对不对 问了怎么回事 原来是卡了 点错了 那还行吧 不然我觉得这个组织密合是觉得挺奇怪的 我们这里这个手牌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一会儿我们是可以直接去神速一的 这样的话我们把所有手牌都打空 最后放一个南方中心 跟徐玉打一波配合 卫国武将 一般手牌的很充裕 跟徐玉打不出配合 但是夏浩元 偏偏偏就是一个能把自己搞得排场很少的人 所以确实能强行跟徐玉形成一波配合 是吧 那诸国兰关羽这边一个联动 能做什么事情呢 直接去杀国家 被国家闪掉了 曹匹又做了一个迷惑举动 把自己国家连了下 原来是卡了 那么这边出了一个疯婆子 黄元英 但我觉得现在这四个卫国全都是满血 我也不怕你 就是杀我一大把养了两滴血了 接下来呢 没有想到是黄元英一个乐 只毫无疑问 就是我们萧元动舞台了 这就是萧元的第二大自由 跳乐 那我们这把黑打是一个满收一样 你看手牌 做连堵 这个很爽 这一下子特别的爽 你看我们手牌 直接一下子变成四张 还可以用连堵去继续杀 杀不够了还能去杀寻玉 是吧 这样的话 你看把对面就吓逃跑了 难得 这是这种身份局级别的配合 在国家中很少能遇到的 跟徐玉打出这么好的配合 这次我们遇到了 所以不知不觉 你也看到杀浩元第三个作用 第三个作用是什么 就是跟夏侯专凑了一个出场闭合 这就是我认为 现实这种夏侯专 夏侯专一般也就这样了 但是 第二次路线 我们看一看 夏侯专的上限 可以达到有多高 那这个野百合 也有春天 黑天鹅 也有抽小鸭 不是抽小鸭 也有黑天鹅鹅鹅的梦想 对不对 夏侯专当然 也是有他的高光时刻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次路线 选将的话 小鸭徐晃 马戴根 那我觉得 比起这个蜀国三百四 你还是选小鸭徐晃 我觉得稍微靠谱一点 好 那么我们打个赞紧 让我们隆重的感谢 来自帅哥亮女区 晚见其发学的玩家叫做 来 同学们 请把这个人的名字 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让我们隆重的好好的感谢一下他 给大家五秒的时间 看看谁打的最快 五四三二一 好了 我相信大家没有一个人打对 让我们隆重感谢 来自帅哥亮女区 晚见其发学的观众叫做 红茶仙僧的投稿 这是我们的玩家投稿 不是我们自己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这个投稿也是存了 又有三年了吧 这个投稿非常的精彩 我认为 把它选进激情国债都没有问题 非常的好看的一则投稿 看一看 夏侯游泳这把会有什么样的发挥 其实手牌只能说还行 不过黑装帅这种东西 无论是徐晃 还是夏侯 都是很喜欢的 所以摸到总维是好的 那么注意这是老国战 老国战的话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单挑的时候 哪怕是一个单虚伙 都是很强的 对不对 老国战的虚伙 是非常非常霸道的 好 那么这边这个大桥黄盖上来 打得非常的狠 一口气乐了三个人 确实是挺挺刺激的 好吧 乐不思路直接就过了 反正咱们不是很怕大桥 对不对 好 这边出了个队友争计 难道这把又是跟上一把一样 大卫国开团 就真心这个乐没有过 没办法 再来个理点 感觉熟悉的剧情来了 但是我们这把 没有和外亮将的武将 我们演了怎么办 有点慌 不过这一波没有出其他卫国 所以我觉得演应该不至于 如果有四个卫国 这把就稳了 真的是四个卫国 那我听来了曹操刚才为什么不吸这个A 原来是因为贝勒了 不想吸救命了 这个理点不打三不卖 打个四不卖 挺搞笑的 然而魏国真的有这么顺利吗 一转攻势开始喽 这是一个双头天锋 启动牌队了开始 你看这一下子 他这个徐玉 不能卖血 没法卖 理点也不敢忘记 所以这一下子下来 这理点真的就死了 天锋还有吗 他真的就是红牌连红牌 盼了黑 又红牌觉得 是李兰文手最喜欢的情况 因为黑牌本身就有很多输出牌了 红牌本身是用不掉的牌 全用来决造 你看 这美旧意思 为国陶瓷剧榜 不可谓不多 在他吃了真的很多陶瓷 但是无奈 李兰文手 田锋的输出实在太忙了 你看他攒了满手的黑鲨 用不掉 正好这一下子全可用掉了 曹操也是拼命的奸雄 魏国这把桃子真的多 但是桃子越多 越凸显了田锋 一来为首的强势 在一个南墨若清 看来大乔也要死了一会 这里强行就直接去霸王硬上弓 打不下阵击了 他打得死吗 你有没有想到 田锋手里全都是红牌红的 硬是把所有手牌打空 把他打死了 那接下来这个局面 又有点不妙了 大卫国直接疯了 不过我觉得只要不是大群雄 我们2.2也是可以打的 因为徐晃2.2 徐晃在哪边 那边就是诗语方 可是这边说的一个四血画陀 那行吧 我们就要跟这个暗将一起打了 就暗将 也是一个群雄 你能想象得到吗 在这个时间点 你能想象到 这个夏侯渊 竟有可能是渊厂吗 我觉得在口容七牌之前 你是绝对想不到的 但是口容七牌 一张红牌都没有 而且我们夏侯渊刚好就靠着我们跳出来的一张杀 两张杀硬是打死花朵 并且把天锋改掉了一滴血 天锋这里杀我们 那意味着天锋没有其他牌了 而张角这里被冰了 这意味着我们只有机会两刀带走天锋 那这里决斗 那这样的话 我们因为我们不缺杀 一个跳出牌 一个三两刀就够的 这是小学最喜欢的情况 跳出牌打死一个人摸了牌 这样的话 我们牌也不亏 还留了一个装备 那接下来单挑好打吗 单挑总体来讲 我觉得是比较好打的 因为可以用虚晃限制他 对不对 张角能改判 但是你不能永远改判 我就不信你永远有梅花 对不对 那么再冰他 这次把闪电气掉 那这个时候他的手牌 嘿 他的手牌就是很明显的了 有一条我酒换了闪 越来现在手里 就是怎么样 杀了我们的手里 必然是一张闪 和一个黑桃的情况下 确实此时我不敢杀他 但是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我可以无限兵你 因为你不能改判了 那我兵到哪一轮 我手牌有一张拆 我下一轮就可以动手了 对不对 一个拆一个兵 接下来双刀直接带走 那这里换了个顺 但是你手牌还是明的 一个闪一个黑桃顺 对不对 我们就 我们手牌挺好的 每次都是一个兵一个桃 硬食把血液给回满了 这要是新国家就没那么顺利了 对吧 张角手牌只要是明的 我们就接下来是非常好处理的 你看 这次继续一个兵 但是这轮也没摸了其他好牌了 摸了个杀也不错 这个轮兵依然是出不来 他运气也是有点点倍的 所以想换一下 这里确实是因为徐晃最大的作用 在于什么 让你不让你过新牌 所以为什么徐晃弹超这么强 我们的排队分析学 有仔细的数学分析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样的话 张角手里 即使有闪也不多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不要神速了 这个时候神速 也行 他压了一滴血也是可以的 对吧 这样的话 压了一滴血 接下来 他只要血回不来 我们冰他就必然是很稳健的事情 但是回到两滴血 有点担心 但是我觉得你裸摸 一闪一黑桃的可能性也不大 对吧 这个时候就直接可以把它冰上了 这个时候里大概率是没闪 即使有闪也没有黑桃 对不对 但什么时候 我们摸了一张装备 那下一轮就会把它打死了 比如说这一轮 直接摸一个装备 一个杀 那我们就把它冰上 下一轮 他应该是大概率没有闪 那我们双刀直接带走 标准的夏侯 夏侯渊发挥 一个双刀 干净利落 所以这一把 我觉得是夏侯渊的技能 发挥的淋漓尽势了 多次打出双刀效果 许晃的辅助也很关键 那即使对面是有失误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们从大卫崩盘到一打三 翻盘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是吧 是可以选 选进我觉得基金国战的 这个大国崩盘 角色大国崩盘这一个 这一个环节里面的 因为我觉得肖渊这种物价 能会有这样的发挥 真是非常的难得 所以也是不枉 我们等了三年 总算是有一期比较好玩的 肖渊的视频 是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以后我们做肖渊的机会 应该也比较少吧 因为这武将 我基本上是不太会去用的 确实这武将也强如一般 可能把身份局这个肖渊拿过来 我觉得会稍微强点 但是国家这个环境 大家也不愿意轻易的改变 其实我蛮奇怪的 为什么肖渊这个武将 没有把身份局移植过来 在这些新国战那一波的时候 可能还是觉得魏国已经太强了 没有必要再这样做吧 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肖渊哪怕跳乐 配合国家这种人 也是有用的 对吧 好 这就是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 我们讲了 小鸢这个武将的一点小发挥 当然我觉得还是都是去往下 小鸢最主要的作用就是 蹭回我的车 跳乐 然后偶尔收下人头 偶尔跟小鸢堆 去搞一个猪轮比较 一般来讲就这样了 好的 分享给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